还有好消息啊 必须有啊 咱说2022年赛季的F1揭幕战巴林大奖赛 21号凌晨结束了 这跟我们还有关系呢 不过咱可都知道 F1这可是老外们的主场啊 要咋说是好消息呢 曾经是 但是未来不好说啊 因为这应该是中国车迷会永远记住的一个晚上 说说 中国上海车手周冠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F1首秀 并且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 也是中国车手在F1世界里的第一个积分 其实呢 这当晚的比赛啊 对于周冠宇来说啊 是并不算顺利啊 从第15名发车 在发车的第一弯 这周冠宇过弯时呢 就出现了失误了 排名直接下降到了最后一位 但是周冠宇马上就展开了反击 接连超过了两人 排名上升至第18 比赛进行到第46圈 赛道上是突发事故 红牛二队的加斯利赛车爆缸了 那直接停靠在赛道边上 周冠宇在比赛恢复之后 与米克舒马赫展开了攻防 最终凭借着轮胎更新的优势 超越了对手 排名上升至第12位 这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 随着红牛两辆赛车的退赛 中国车手周冠宇也升至第10名 中国车手周冠宇在职业生涯 第一场比赛就获得了积分呢 这个成绩可以说是让周冠宇喜极而泣啊 他不停地回应着车队 对他的鼓励和赞扬 他说太不可思议了 太谢谢了伙计们感谢所有人 这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 我太高兴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对我自己来说真的 现在用言语很难表达 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 从小自己的梦想是成为F1车手 然后自己F1首秀 可以从排位赛进Q2 到了现在在正赛 拿到自己首个世界锦标赛积分 对我来说不仅是在梦想的工作上 把自己的最好给表现出来 更多的是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肯定 因为这个冬季包括去年 当我官宣的时候有太多的声音 然后对我来说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 应该在F1的整个大家庭中 然后我觉得今天我做的 这F1赛道是实力的较量 那也是运气的战场 惊险刺激 一切皆有可能 让F1魅力是独具一格 出出忙碌的周冠宇 又让我们多了一个去关注F1的理由 我不是车迷 但是我为你骄傲 追某人 加油 加油 加油啊